我身處的是香港墳墻 它是亞洲目前為止 少數謹存 保存了歐洲十九世紀 花園墳墻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 當時歐洲興起 將墳墻變成一個花園 讓大眾進來一家大小可以享用 所以大家看到 除了有噴水池之外 附近也有一些參天的大樹 我想超過一百年 探險隊1842 跟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大家又到這個 星期一晚的奪命 不是 今晚 探險隊 亂了 探險隊1842 上個星期休息了一次日一閘 今晚我們兩個人 就是主持今晚的節目 因為都因應這個 即是時事發展 今晚的題目都跟現在的時事有關 雖然是講歷史 講香港本土的歷史 現在法院審理旺角暴動案件 我們今晚講兩場 不是叫暴動 而是叫騷亂 就是相對香港現在這一代比較少提及的 就是1956年的這個雙十蘇聯 都有另一種說法叫做雙十暴動 也有 官方的說法叫做九龍及荃灣蘇聯 1956年九龍及荃灣蘇聯 大家看看就是政府所發表的一個報告書的封面 就是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 就是在政府委任的一個調查委員會發表 就是向英國呈交的一份報告 另外一個就是1966年 1967年我們就找找程翔來講過 之前也講過 是的 但是另外跟67年的時間相當接近的就是這個 前一年 前一年的1966年 由天星碼頭 斗嶺 斗嶺加戒 由蘇手中抗議所引發的連續幾晚 就是這個應該是4月4日 跟著4月5日4月6日4月7日 就是這個沿著尼敦道 一直所引發的 其實都是旺角騷亂來的那一場 就是1966年 這個就是當時騷亂期間 當時的總督已經委任了一個調查委員會 就包括香港大學校長 這個同軍的總監 還有案冊師等等 就去組成了一個調查委員會 就發了一個報告書 就是1966年九龍蘇洞調查委員會報告書 那2016年 就是第三場的九龍騷亂了 王國 王國 王國騷亂 都是在九龍的 都是在九龍 其實那個是有關係的 如果你看過1966的報告書 你就知道為什麼 差不多都是那些位置 是的 所以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在殖民地時代 政府就會認真地去回應 兩場蘇聯提出很多的 和社會 教育 政治 社會 政治秩序 駕駛 就業有關的全面檢討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但是2016那場 就是除了譴責的人 幾個無恥 然後定性為一個暴動之後 政府是完全沒有觸及到暴動 或者是騷亂的成因 沒有檢討到 也沒有提出一些怎樣的建議 只是刑事上去追究重判那些所謂的參與者 或者是大頭的人物 那就算了 包括另外一個2014年的 大規模群眾78天佔領運動 其實這個在香港歷史上是首次的 都是現在審理當中 都是完全對於那個政治 當時發生的政治社會 各方面的原因是完全沒有觸及的 也沒有檢討過 也沒有成立委員會去調查 所以大家為什麼會懷念殖民地呢 你就會看到殖民地的管治方式 的確跟今時今日特區的管治模式 是有相當大的分別 雖然它是一個外來的政權 第一個是郭亮雄 然後是大倫子 郭亮雄是1956雙十暴動 大倫子是1967、66 都是它當時做港督 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是英國 是有一個普通類型的 這些殖民地的蘇聯 就是人家有一套制度 有一套處理的方法 是的 一套處理的方法 它不只是追究那些涉事 所謂的支持者 它反過來是追究那些殖民地的總督 你知道嗎 還有要理解到底這件事為什麼發生 這件事發生的社會 或者政治各方面的背景是怎樣 到底是不是有些改善的措施可以做呢 陳人啟 為什麼英治英國的殖民地的宗主國 它可以面對自己人的不足呢 很明顯你兩張報告書裡面 都要提出殖民地的宗主的不足 是的 但是我相信現在在中國的宗主國下面 中共作為這個宗主國 它真的沒有辦法面對 在報告書裡面批評現在香港的問題 是的 是不是覺得自己現在的做法沒有問題呢 或者覺得所有責任 知道有問題也與我無關 所有責任都是在那些所謂 煽惑他人煽惑那些 那些人參與者的問題 是的 參與者的問題 警察沒有問題 政府沒有問題 政府官員沒有問題 共產黨沒有問題 有的全部都是你香港人的問題 你那些人自己走出來 是的 你那些人用這個手法出來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 鑑鼓資金 這一集我們就不只是講歷史的東西 而是鑑鼓資金 首先我們講第一場 就是1956年的雙十暴動 那雙十暴動之前 其實1955年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當時 中國代表團包機 黑澤米爾公主號 Cashmere Princess的航機 在飛行途中發生爆炸 爆炸 那在機上除了三個機組人員之外 其他全部死光 是 就是中國代表團的成員 那一架飛機是否原本是周恩來坐的 原本是周恩來在北京先飛香港 在香港再加油之後 再飛耶加達 耶加達再飛萬龍 是 要參與萬龍會議 就是在萬龍會議 就是所謂的兩大陣營 美蘇之外的一個 第三 什麼亞非 亞非拉 即是不劫民共同 即是那些後來叫做第三世界的國家 即是那些難聽說的 即是那些窮國會議 或者曾經受過殖民管治的 或者走民族獨立路線 是的 不是美蘇集團的走狗 這個黑澤米爾公主號事件 其實當時來說 都挺轟動的 因為炸死了新華社的副主任王作梅 王作梅 但是周恩來就娶到緬甸 去見緬甸的吳魯總理 所以就沒有在這個黑澤米爾公主號上面 是的 後來事發之後 你知道英國其實跟美國很不同 在當時來說 英國是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的 還有英國跟中共的關係比較好的 是的 英國五幾年就承認了 是的 還有它一直跟中共的關係 都是維持著一個相對 就是大家沒有跟韓戰 英國佬跟中國紮馬 還有一直是有代辦處在北京的 有 尤德就是代辦處 1966年 1967年就消失了 讓他們進去打他 是的 那麼這個 當時就 中共就追究責任 就要求英方去徹查 那麼大家都猜到 當時是否究竟 蔣介石的特務 在香港策劃這個炸彈行動 是的 那麼後來調查之後的結果 我真的發覺是由這個保密局的局長 毛仁鳳在下面 派著香港的特務 再收買一個機場的清潔工人州區 放置這個牙膏式的炸彈 是的 那就是炸這個黑閘衛爾公主號 嗯 你看到了 從1955年的事件裏面 今時今日我們很難想像的 就是香港的國民黨右派的組織 那個力量 是的 那個力量是相當之大的 你想想它真的可以動你周恩來就周恩來 嗯 我想其實那時候國民黨 就是在香港國民黨的勢力 應該是大於左派 或者是共產黨的勢力 是的 那時候 因為你五、五、六年的時候 剛剛就是 就是距離四、九年 都大概是六、七年左右 那麼大家知道 就那時候 在這個國共內戰的過程裡面 國民黨失敗了之後 它走路了 就是走 大部分很多都走 其實那時候很多地方都走的 又去了周生群島 又去了海南島 又去了雲南 那些都去了緬甸 是的 有些去了緬甸 有些去了台灣 其實也都大部分的人 就來了香港 那麼 就是條頸領是一個 其中一個 又或者是一個中轉站 是的 先在香港 待形勢確定下來 才由蔣介石的毫靈底下 究竟是反攻 還是撤退去台灣 是的 還是什麼呢 所以那時候 就是由大陸遷律 就是離開大陸遷移下來香港 其實很多 很多國民黨的軍官 對 軍官都走過來 或者 我所知 張法輝也在香港 是 很多 張法輝 早期軍閥 李福林 許崇志 那些全部都走來香港 許崇志在抗日的時候 已經在 已經在那裡 是的 譬如陳廣明在香港也死了 陳廣明 是的 他整個志工黨 是的 志工黨 即是華僑那些 他整個反對派出來的 陳廣明是反對派出來的 是的 還有 即是洪門的時候 是的 還有就是 譬如你說馬英九的爸爸 所以他在廣闆院出生 是的 白先勇的爸爸 白崇禧 那些全部都走來香港 反而反過來 在五十年代初的時候 反而共產黨的勢力是比較弱的 其實在1949年之前 譬如大概是 國共內戰的時候 共產黨曾經有一段時間在香港是很有勢力的 但是一到1949年之後 他們就要 因為大陸要建設 即是開始成立了政權 需要很多的人參與 所以他們就回國去建設 所以相對來說 在五十年代的時候 其實左派的人反而是少了 相對國民黨的勢力是大很多 因為我相信共產黨在香港勢力膨脹的兩個階段 第一就是省港大罷工的 是 省港大罷工是最早期的 因為那些海源工會那些 也是共產黨趁這個機會擴充勢力的 第一回合 第一轉 即所謂城市無產階級暴動 那個路線的執行 其實就是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 當時來講 真的比美劉少奇在安源搞的煤礦工人罷工 我想省港大罷工 比其他人更加重要 原因就是省港大罷工 國際中央 1921年 7月共產黨才成立 1921年 大概2、4、5年就開始國共合作 他原本只有幾百個共產黨員 為什麼到後來幾萬個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五三慘案之後 接著是沙基慘案 接著就引起了省港大罷工 省港大罷工之後 接著那個共產黨的 那些領袖就進入了中共的政治局 你說那些什麼蘇 蘇曉貞 蘇曉貞 蘇曉貞是省港大罷工的領袖 是的 那幾個人 另外 那時候是共產黨 而是依附在國民黨後面的那些人 後來就是勵在香港搞省港大罷工 所以其實這個是第一次 中國共產黨能夠得到壯大的機會 但是我相信英國政府一直都是用這個政治技巧去平衡兩邊 其實是平衡兩邊 因為在民國時代其實到蘭京時代那十年 中國的主要其實在長江二南都統一在國民黨政權下 所以他又不可以批准蔡介石 你看到英國一直的政策都是這樣的 他是求出一個平衡 他又不會說突然間依附了中共 或者突然間去依附國民黨 其實他講英的管治 其實他都很狡猾的 他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誰有實力 誰有實力的時候 他當然會比那邊實力 即是會比面多一些 譬如說 譬如在新海革命之後 其實英國人是傾向於支持袁世凱的 後來 實力太 是的 後來到了這個 就算到北洋軍閥的年代 孫中山在廣州搞革命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時候 無論是全國的人也好 或者是英國人也好 都看不起孫中山 所以當時承認的都是北洋政府的實力 但是到了北伐成功之後 那當然是不同了 他們之所以 我相信在他眼皮底下 國民黨做的事情 他們是知道的 但是當時 為什麼台灣那邊 決定在香港搞一場血腥的 騷亂暴動 因為他的間諜活動 我想1955年之後 港英政府就收緊了 很多偷運的軍火 或者是那些間諜活動 都被英國政府拘捕和逮戒出境 即是和那件 因為黑澤米爾公主號 我相信之後 港英就是國民黨特工在香港的活動 活動得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是我的牆來的 你在我的牆裡 揍死周恩來 炸死周恩來 就是這樣 所以 其實之前也有零零星星的騷亂 但是也不成氣候 但是為什麼會在1956年 放手大幹一場 我覺得當時是 是 因為那個騷亂是相當血腥的 是 還有那個範圍 差不多在荃灣 進入了無政府狀態 是的 事發就很簡單 我想大家都記 我們上一代都有記憶 因為我爸爸那一代都有記憶 就是在李靖屋邨的骰智事務處 慶祝雙十節 慶祝雙十節的時候 我們小時候仍然在1970年代初 那裡的骰智區是右派的勢力範圍 是的 大家不要以為像今天那樣 越基層的屋邨就越親共 到了80年代 我小時候 80年代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左敦谷讀書 左敦谷也是那些H型公屋 去到雙十的時候 四周都看到青天白日旗 不僅僅是掛青天白日旗 而是我們那時候還有排流的 我們那時候的公共村 排流是由七層大廈 七層樓那麼高的 你知道嗎 是的 還有那支旗是由七層掛到地上的 你說以今天標準來說 早已拆掉了 這個公共安全的問題 但那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小時候看到 兩座中間 這兩個人是誰來的 我還問我媽媽 就是蔣經國籠和蔣介石 兩父子 這兩個人是誰來的 為什麼這麼厲害的 但是鋪天蓋地慶祝雙十 十一反而少 是的 我住在市區 我隔壁屋就是左傾的青年教書 是的 看樣子就知道是左派青年 但是他們十一就掛五星期 全條冷行的人 只有他掛 就是議論紛紛 覺得他好像怪人一樣 怪人 不要說他是左仔 那時候那個壁類很分明 是的 但是香港人當時 親國民黨反而是主流 是的 是主流 反而不是親共 嗯 所以這個採智事務處的職員就說 今年的國慶雙十節 就不准再掛那些旗 然後就去撕掉那個中華民國的旗 中華民國的旗 然後就開始被那些群眾包圍 嗯 本來都沒事了 後來就貼上去 嗯 你說用過什麼談判 我爸爸說而已 我不知道是不是 用一個談判裝著那些漿糊 貼上去 但是後來就再被人撕掉 是 第二次被人撕掉 那群眾就開始聚集了 那當初就是一個這樣的事件 是的 就是衝突 是的 就是在李鄭屋邨洗智區的 洗智事務處的官員 和一些政治右派的群眾衝突 但是慢慢慢慢就散發了 散發了就是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三合會介入 是 這個就是根據港英的報告書 就是剛才所說的這個荃灣 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 裡面提出就是兩個字頭 說起來的 是 14K和和安樂 哦 和安樂 就是兩個字頭的介入 嗯 就令到事件迅速惡化了 嗯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很多的地方 就設置了那些的check point 是的 凡是車經過呢 就要買國旗了 嗯 就由五號紙一支國旗 就升到五十元 嘩 就是一百倍 就是你要買了國旗才讓你過 一百倍 是的 另外就是去那些的圓著 為什麼會在荃灣呢 其實 就是因為當時香港的 很多的沙床 哦是 荃灣沙床 主要都是在草灣 其中一間就是寶星沙床 是的 就是衝突的其中一個焦點 接著就是這個南海沙床 是的 匯德峰沙床 很多上海資本家 上海那些沙床 所設立的紡織工廠 那些工廠全部都是在荃灣的 嗯 所以就去攻擊荃灣的沙床 嗯 而因為沙床裡面也有兩派工會的衝突 有左派 右派工會 公會裡面有左派和右派工會 那當時的暴徒就是除了要付保護費 是的 一個沙床給兩千五元 是的 其實都是賺水為主的 是的 同時是甚麼呢 就是要求他們請人要經右派工會批准 是的 那時候是這樣的 其實後來據我所知 就是那時候什麼鬼都分為左右派 撈球也有左右派 是的 那時候我們也說過 戲院也有 拍戲 拍戲 原來他有一個台灣的 自由總會 自由總會的影業工會 就說你一定要進入他的會 你才可以拍完這套戲 你才可以在台灣播放 因為那時候在大陸 你根本上 你的戲不會回到大陸上 那時候 去台灣 梁家輝 拍完李漢祥那套火燒完 那就糟了 沒有運行 然後自由總會就不准他進入台灣的戲 那時候很大事 他做小販 因為那時候大的市場在台灣 大陸不開放 是的 那時候你也不能進入大陸 這個變成右派 蘇聯 最初由李靖屋一直蔓延出去 九龍蘇聯 包括旺角 油麻地 那些人群聚集的地方 然後接著就到荃灣 荃灣是很特別的 荃灣發生的 是差不多進入一個無政府狀態 當時的警察完全不執法 任由右派的三合會分子 和那些暴徒衝進去 去毆打那些工人 左派工會 對 左派工聯會那些人 輪間的女工 以及那些護士 亦都進入工聯會的診所 去輪間的女護士等等 那是很血腥的 不過當時是出動英軍 出動英軍 戒嚴之後出動英軍 槍殺了應該六十人 是兩邊都是血腥的 因為當時是完全失控的 另外就是 押戒那些左派工會分子 跪在那些牌樓面前 然後一路押戒就一路 靠頭打 如果是女工的話 就一路押戒就一路 就是凌辱她們 又剝她們的衣服 其中有一張照片 是外國記者拍到的 其實就是右派蘇聯 雙十暴動的時候 一個外國女士的情況 你留意一下 你不要以為她穿迷彩 其實她是全身披血 以及沒有穿衣服的 就是這個外籍女士 其中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就發生的是什麼呢 瑞士的副領事兼參贊 就是被暴徒燒死 不是她的老婆 兩個一個燒到重傷 她的太太燒死 這個也是英軍出動 直接導致英軍出動去平亂 就不只是警察 就出英軍和大舉拘捕三合會的份子 在這個蘇洞旺角暴動 就是荃灣暴動無奈 她就發表了這個報告書 是 但是這個報告書是很有趣的 你知道嗎 我相信2016年的警隊 是沒有看過這個報告書的 是嗎 所以他們就不懂得怎麼處理 是的 還有兩份報告書 其實跟著我們再說 1966也是一樣的 是的 都講到一個問題 就是地理原因 為什麼會在九龍 有九龍還有在旺角 第一份報告書 就是講為什麼會在曬治區呢 當時郭亮雄就提出一個說法 就是說那裡的居住人口的密度 是全世界最高的 是的 那些可能四五六個人 就混在一個H形的其中一個家 那個單位也很小 是的 很小的單位 很密集的房屋 然後就住了很多人 你想一下 就是說 如果根據港英政府的報告書 這個九龍及荃灣暴動 造成的是六十人死亡 三百多人受傷 然後這個報告書發表之後 郭亮雄就呈交給英國 那是說什麼呢 最主要 他就說導火線的根源 是的 他不是說台灣特工 是的 他是說什麼 曬治區的人口密度 是全世界最密的地方 估計一英畝 即是2.4平方碼的空間 就有兩千人 如果有交通失事 口角相爭 甚至過百年的聚集 幾分鐘之內處理不好 就即時會爆發衝突 其實現在 可以聚集過千人的人 其實現在情況差不多 那些劏房 隨時都會出事 是的 最有趣的是什麼呢 他的報告書裡面說 就是說 密度高 還有這些地方聚集了什麼人呢 是 就是一群在中國 被中國當時局勢所害的難民 被迫逃離香港的國民黨支持者 是的 而他們的生活水平是跌了 是的 即是原本在那邊做官的 做官 或者做專業人士 或者什麼東西的 做生意的 來到這裡就變成 你在曬治區做難民 或者做了小販 沒有公開 很多的 是的 他的說法就是什麼 我現在引述一下 失望與妻婦之感 自屬上市 那些民風也不錯 文筆也不錯 是的 他說發生騷亂只是一堆乾柴 等待烈火燃燒 分析得很準確 然後再加上就是剛才說了 和安樂和這個14K 就是三合會 那他就將善事件 是分階段的 是的 觸發是什麼事 去到這個階段發生什麼事 荃灣的血腥暴動是什麼事 然後每一個階段的變化 列入時間表 所以我就說 今天的管治質素 是比起1956年的 港英政府都不如 我告訴你 完全沒有分析 他連個Fact Finding 你看看現在控方 在這個雨傘佔中九子裡面 控方 基本上是將兩件事混合在一起 學生罷課 佔領公民廣場 是另一件事 商討日 如何在10月2日去喝 在公眾假期那天 在中環 大家躺在那裡等警察台 然後進入法庭抗辯 法庭抗辯才是佔中的高潮 根本就不是佔路 然後你看到 特意為了邏輯罪 將兩件事 將它黏在一起 然後就說是同一件事 你想一下 好了 他有這樣的政治目的 他怎可能有一個獨立調查報道 一旦有獨立調查報道 好了 你找包子甘 再加上這個 有名望的 或者是法律界有名望 葉錫安好坐在那裡 好了 一看 大家傳召 張秀賢 鍾耀華 神毛花 周永康 黃之鋒 作公 他一定會說 根本是兩件事 是 是吧 所以我就說 他不做調查是有原因的 因為這樣的方法 就是最有利去操作 因為你看到 六六暴動 你看到的 六六那次騷亂 其實仍然 那個暴力的程度 是比2016 甚至比2014 都高很多 六六那次都是高很多 他真是死人 又燒巴士 警方又槍殺 示威群中 但是你知不知道 其實第一 蘇手中沒有判刑 蘇手中判刑 其實不是因為 天星碼頭 站在這張椅子上 他因為他藐視獨立調查委員會 他不去作供 他不去作供 因為獨立調查是一個 叫做准法庭調查 你不出席 你不去 他有傳召權的話 你不出席的話 就是藐視法庭 另外一個旺角騷亂的 當時1966年的盧棋 不是因為這件事而死 也不是因為這件事而判刑 是因為偷單車 當然可能有腦屈的成分 但是一場這麼大規模的騷亂 1966年的騷亂 處理都是很不同的 但是我們說回五六年這一次 之後我就找過英國公開的 殖民地事務部的檔案 他們英國暗地裡 就開始圍堵這個國民黨 是 就是大量 第二屆國民黨的人出席 送他去台灣 不是的 很毒的 回大陸還死 很毒的 送他回大陸 有些是趕了回大陸的 我想他想消滅那些 是趕了回大陸的 去了回大陸那些 就是人間蒸發 有些去了台灣 有些自投的人去了台灣 向前應該就是那個時候 我不知道是之前還是之後 可能要先查一查 是五六年之後 還是五六年之前 從全大界出境 就是承向的那個 最重要就是他一直這樣去 用黑幫分子的身份 去抵戒出境 他不是說他是國民黨特工 又不是說他們是這個 其實他是有國民黨的身份在 我想當時其實幫會 在英國來說叫做 Trial Society 其實在中國來說 國民黨政權和幫會的關係 比共產黨密切很多 這個是事實 這個… 蔣介石自己也是幫會分子 孫中山也是 孫中山是鴻門 孫中山是鴻門 蔣介石好像跟黃均榮那些 是結拜兄弟 是清邦的 因為蔣介石在日本回來 當時未得到陳其美提提的時候 那時在上海 他是做股票交易的 是上海炒股票的 是花花公子來的 是 掩旅啊 喝酒啊 然後就是每晚幾十萬上 難聽一點都是男仔 男仔一名 是的 當時應該是在這個蒲江飯店 在外百道橋那個蒲江飯店 那裡就是上海的第一個股票交易所 蔣介石是一個這樣的人 後來就是 國民黨的所謂的大佬 陳其美就是 將他推薦給蔣介石 是的 因為陳其美應該跟蔣介石 都是留日同代 他們好像是類似結拜兄弟 其實你說回說蔣偉國是甚麼 話說 又是幫會分子 不是蔣偉國是 他是兒子 是的 沒錯 不是蔣介石的兒子 跟陳其美 還是誰呢 還是寫《日本論》那個戴甚麼 戴桂圖 是不是戴桂圖 好像是戴桂圖 總之就是 戴桂圖 或者幫人形象 對 形象 其實蔣介石幫人形象 那個兒子不是他的 這些幫會分子 我們今時今日覺得 政府勾結幫會就好像很特別 因為我們在殖民地成長 英國佬一早就說 幫會是黑社會 黑社會是不好的 是壞事 但是其實 因為中國的辛亥革命 整個革命根本是 就是靠幫會分子 第一波 就是第一次的廣州起義 就是後來失敗 已經是靠幫會那幫人去的 譬如說 後來譬如鄭時亮的維州起義 鄭時亮本身都是幫會分子 他的父親 他本身都是幫會分子 原因就是當中國未有現代化的政黨組織之前 靠幫會 現代化政黨是來自蘇維埃的 是 列寧式的政黨 所以共產黨國民黨同一切 是的 但是未有蘇維埃之前 列寧政黨之前 就靠幫會 因為最有組織力量 是 還有信德國 還有 大家燒王子 斬雞頭 這就是大家都難命一條 軍事其實是 其他正常人 有一個地坑或是一份工 你怎會拿一條命 但我覺得是有原因的 孫中山是很聰明的 是的 那麼多次起義 其實那些起義裡面的列士 都是僱傭兵 是的 沒錯 其實是僱傭兵 就是你付錢那些三合會 我覺得孫中山就比今天泛民聰明 僱傭兵的好處是甚麼呢 沒有路線之爭 是的 總之那個付錢你就去 你就幫我做事 是的 你就幫我衝 的確是這樣 你又不會反過來罵我 為甚麼只是我衝你不衝 是的 你第一次廣州起義 其實第一次廣州起義 是沒有發生過的 其實一上岸就被人家 就歪了 那些人全部都是傻傻傻 給他錢去 那些都是幫會的人 其實就算你說是在武昌的起義也好 是的 很多是那些歌怒會 或者叫蒲哥 四川的新軍 都是黑幫來的 不是叫做黑幫 其實叫做秘密會社 秘密會社 中國傳統社會秘密會社 就等於我們生活的一部份 是的 其實一個最典型 譬如說剛才說的 在辛亥革命之前 其實辛亥革命之後 後來 就是 反完之後 反完之後 二次革命之後 其實國民黨 那時候叫做國民黨 未加中國兩個字 那時候 是後來被列入非法組織 非法組織 是的 然後後來 孫中山為了再鞏固革命的勢力的話 他曾經搞了一個叫做中華革命黨 曾經那段時間 中華革命黨 中華革命黨 其實在很多當時 在辛亥革命的時候 跟他去賺錢的那群人是不加入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 孫中山搞中華革命黨的時候 用這個黑社會的手段 要被人說 對呀 你要滴血的 然後就要宣誓效忠 要不要斬雞頭 這個真的不知道 但是總之 要滴血 那種的模式 是幾次黑社會的組織 所以一些 原本的革命黨人 是後來沒有加入的 所以為什麼後來才有 再搞一個中國國民黨 亂外勇工 這個所謂的黑社會的觀念 我覺得是西方法治下的產物 是的 在中國傳統社會 等於對同性戀行為一樣 中國人 一向對同性戀行為一樣 都沒有什麼 都沒有什麼 還要是有錢人的 是有錢人的 是嗜好 當年阿張代 是生性戀來的 是阿張代 男友德 最有錢的時候 就是玩男人的 以前那些未高中之前 那怎樣處理他自己的性慾呢 就是跟書童一起的 就是韓昌虎讀的那個書生 哪裡有錢去妓女 西商記的那些是騙人的 其實是沒有錢去叫雞的 那時候主要就是跟書童一起的 所以就 就好像希臘時代 古希臘斯巴塔都是這樣的 他們訓練的那些戰士 一個師父和一個徒弟之間 都是有一個同志的關係 同性戀的關係 這個黑社會幫會分子 所以他在國民黨南京時代 清共時代 包括靈漢分裂的時候 他都是用黑社會去 用黑社會去抓你的共產黨 立刻找到說你是 就立刻砍死你 所以黑社會就等於 他們特工的伸延 是的 而統領這些黑幫的 就是當時的軍統 或者是當時的 大粒的書法 很有力 這個不是大粒 大粒 是 寫著大粒 大粒的書法 你一比起 就發覺這個大粒的 那個 就是致如其人 是的 致如其人 你找個弱雞的 給一給 拿個胡適 胡適呢 你看胡適的字 你看大粒的字 這個 這個大粒 胡適的字 一比較就知道了 大粒就是這樣的 大粒就是當時 有力 中國特務頭子 大粒 胡適就是當時 蔣介石身邊的國師 是 文人 文人 胡適的字 很弱的 有些歸瘦的味道 歸瘦 是的 大粒的字 他有力 就是這個 其實我 特地找這些書法回來 有機會找個人來分析一下 譬如這些 蔣宗正的書法 蔣宗正的 就是黃埔軍校 黃埔精神 叫做貪生怕死莫 入此門 升官發財 請走他路 其實他的書法是相當好的 就是蔣介石的書法 說了另外一樣東西 這個青幫分子一直以來 就是當時我們今天所說的 14K是什麼 是 就是一個號碼 14K其實就是在廣州 我忘記哪條街 一條街的14號 上面就是14號K 是的 其實有兩種說法 有人說K就是國民黨 老K 老K 國民黨 是的 國民黨 其實根本就是國民黨 國少王 是的 沒錯 其實原本就是國民黨的其中一支特工 所以我覺得在五六年的報告裡面 英國人都很聰明的 他不提政治的部分 他避重就輕 他反而是自己檢討自己 是的 那些人來到難民很慘 國民黨的人來到香港 就是由以前是生活很好 因為變成生活很差 是的 所以就遲早都爆了 這樣 其實那些人的生活的變化 譬如我們看回 有些都不是說香港 譬如原本在大陸做官的那些 那些國民黨的官員 他離開了大陸之後 其實都是沒有公開的 沒有工作的 譬如看回 先勇的台北人 就說最多 可能原本在大陸做過原長的 結果下來就去了台灣 結果就變成了一個 可能真的沒有工作 或者做小販 外府也是 外府是國民港軍法處的書記官 是的 當時華南派演軍總司令 田中九一的槍決 他也是現場的 他來到香港做一個踏石工人 是的 就是這樣 汽水堂走去 是的 所以很多時候 他跟我說的口述 在香港跟張法輝有聯絡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蔣介石想怎樣 究竟是 蔣振就是 蔣麗雲的老爸 在夏威夷受奮 做敢死隊 準備空投到福建 反攻大陸 誰知道韓戰爆發之後就取消了 如果不是的話就沒有蔣麗雲 完全整件事就沒有了 因為空投99%都死了 那班真是死事 敢死隊 就是反攻大陸的死事 所以1956年的騷亂之後 英國政府就沒有什麼在民生上的改善 跟66、67很不同 因為他雖然把口說 因為 寨治區有人樓密度高 其實他很清楚知道那個是國民黨特工 和黑幫引發的事 他就在暗地裡處理黑社會 搞定這些人 暗地裡就是第二屆黑社會出境 為什麼找到呢 原來很有趣的 英治時代什麼都有記錄 跟現在很不同 原來所有第二屆出境都要港督會和行政局簽署 那些人才可以生效 你不可以就警務處長把他踢出去 所以你慢慢翻查那些紀錄你就會知道 所以你特別是這些紀錄更好笑 他就會記載他們這些古惑的東西 其實這個人就是我們決定將他遞解回大陸 以黑幫分子的名義 然後將他遞解回大陸 即是送他去死 我甚至是什麼呢 甚至是共產黨要求的人 即共產黨就是要他 我要這個 我要這個 這樣就給他了 是的 所以五、六年的騷亂 其實對香港的社會沒有帶來重大的改變 正正是因為他由五年五、六年 都是一個國民黨在香港試圖 他不是顛覆香港政府 跟六、七很不同 三場騷亂的性質都很不同 也有一點不同 是的 六、七就是他想提早收回香港 就是真的顛覆港英政府 是 六、六年就真的是本土運動 就是本土的運動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講一下1966年的一場 本土的旺角騷亂 嗯 雖然你是我很尊敬的少生 不過今天都是難免一戰 好 你放馬過來吧 我們這次吃的牛丸 我們這次吃的牛丸 真是彈到可以打冰雹光 這個很有趣 很少吃的 燒是另外一種風味 很香 牛味是非常好的 我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粥米 好吃 蛋牙 還可以用來打拼拼波